继2013年 阴谋背后Clossover声制访客分享会 声会网2014年再度打造全新劲爆热话 阴谋背后Clossover都市传说 Our Reckoning Moment Top Show 假作湾仔艺术中心寿神剧场 时间5月2日晚上8点 票价320、250 有关详情请留意声会网网页及Facebook专页 或可致电3462-255查询 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声会网立场无关 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并非你们肉眼所见这么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选择 但是实际上背后已经精心策划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跟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阴谋背后》 今晚我们就不讲第几集了 因为应我们嘉宾的要求 Mayling不可以讲第几集 为什么呢 可能有机会出special 一会他一告诉大家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刚才问了他 他也不知道 Mayling 先买关子 因为你的阴谋背后有三节 你听完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原来是这样 可能你要快点出 说实话Mayling 台开了这么久 我没试过跟你和一个节目说过 没试过 今次是第一次 这次真是第一次 很开心 都有我两个拍档 金和阿狗 你们好 Hello 阿狗 刚才你出声了 是的 我知道 我怕别人不记得我 不是 怎会 我说的190没办法 陰谋背后之韩国要声 陰谋背后女神 不是吗 女神有牌尾道 真的很哗哭 我们不是小器 我们不需要说别人的事 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 这个又是未开始之前 我想和大家说一点 关于一些表演的事情 因为不是黑色 不好意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你们一集都说表演的事情 因为上星期 现在你听节目的话 上星期我们就开始 帖过我们 陰谋背后 Crossover星期访客的 Awakening Moment Talk Show 的Giveaway 一个叫做小小的礼物 或者我们的小小的心意 就是一只磨砂的保温杯 那出来之后 那些听众都在Facebook说 哇 很漂亮 很精美 很窩心 真的 因为我们都用了很多时间 去选择一个礼物给你们 希望你们真的喜欢 都要和大家说回 由现在开始 到4月头 这段时间 4月头可能是5号 6号的时间 这段时间 你们订票才有的 为什么呢 这个时间结束之后 我们的票就会在 城市电脑售票网上发售 OK 所以呢 在这个预售的期间 如果你们想 在当日5月2号 看到我们的话 和我们分享一些爆料 劲料的话 不要犹豫 大家记住 去打个热线给我们 热线是多少号 3 4 6 2 2 8 5 5 5 没错了 就是3 4 6 2 2 8 5 5 所以 未订票的你们 或者想来的话 请不要猶豫 打我们的热线 去订票 OK 到时5月2号 见你们了 好了 又回来了 真的 我们要开播了 为什么有些人会说马航 大家可以看到FORUM 以及我们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知道 今集我们为何会请Mai 拿到我们的嘉宾 就是因为今集会说 马航的失踪事件宝的第二部分 为什么会第二部分 那么奇怪 就是话说我们第一部分 我三个拍档和我 就是说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做一个 叫什么 删除法 排除法 排除法 The method of elimination 究竟我们排除了什么 不是说上次那些 我们现在排除了一些 还有些东西 原来 现在又正在发生 为什么我们排除法 因为我们排除了UFO 是吧 言之作作 今次我们就请Mai拿过来 亦都分享他一些 他UFO的看法 或者他自己的看法 关于马航失踪事件 一说回这里 会在怀疑的是什么呢 就是 机师的背景 是吧 一些黑客 去hack一些 一些飞机里面的system 一些security的system 是吧 还有一件事 我一路时小地说的 为什么一路都没有残骸的呢 是吧 当然啦 这一集出街的时候 我们听众也知道 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架飞机 就在印度洋聚毁了 我在Facebook也有说 聚毁的话 一小小层械都没有 现在我觉得 马来西亚政府 是不是好像有少少 在渔弄这个世界的人 这样 这里又说南中国海 一间又说印度洋 无端端 将来去太平洋 都不足奇 我今天下午 吃饭的时候 我听到 现在最新的消息 今天是3月27日 是 下午他说在印度洋 发现有百多二百件飘浮物 是呀 法局的卫星影道 是呀 看看是不是海草 我们又看看 不知道这消息 浮藏 但是马来西亚那边 已经言之作作 是的了 他们是聚毁了 可能是自己扔下去的 是不奇怪 所以对的 各位 因为我时都觉得 整件事 我想有老的人都要知道 不是那么尋常 为什么 第一 是不是有一些大国家 例如是美国 例如是中国 会不会知道一些东西 或者甚至乎 有一些大的国家 会不会和马来西亚政府 有一些沟通 因为为什么 每一样东西 都是马来西亚发布出来的 其他国家说的东西 他们一直都说 不是 不是 但这一次 很有趣 就是当澳洲的卫星 这件事是澳洲的卫星 找到的 澳洲的卫星拍到照片之后 OK 然后才说是印度洋 他们的外交部 出来说 是了 就是这个的聚毁了 即是成形了 没错 但我想问他们 他们有什么证据呢 但其实我看一些消息 原来大马政府在相机 在相机 他承认 即是政府自己承认 相机失踪了之后 四天 已经知道是跌海 即是已经跌到海 当时大马政府 是找了美国帮忙 所以 其实 究竟会不会美国 真的会知道这件事呢 有消息说的 就是说 其实 在777这个机号里面 200 或者200ER也好 原来 这架飞机叫Fly-by-wire 什么叫Fly-by-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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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我资料显示 告诉大家 原来 早早在2006年的时候 波音出了一个announcement 什么announcement 就是说 原来它里面的飞机的 安全系统 已经是patent了 什么意思呢 即是注册了 美国注册了 即是美国注册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飞机有事的话 他们可以利用人造卫星 可以利用一些很特别的软件 可以全部将飞机 re-autopilot 将整条航线去改了都可以 这个呢 我想大家听众都要去想一想 2006年这件事呢 波音是出了一个 是他们official的一个statement 就是在说这件事 是的 因为就是说 911之后 大家都很担心那些航空的安全 是的 所以是特意设计出来 就是防止这些所谓恐怖襲击 没错了 所以呢 刚刚都这么巧 就是有一间公司 叫Reyfond Corporation 那这间公司呢 原来呢 是同一个的FAA呢 是签了一个合约的 其实8年前已经做了 FA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这件事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在背后的话呢 原来也是整个system 是control by 什么的 是原来被CIA控制的 这件事呢 整个这样的所谓的这个work 他们叫做一个system 就叫ARES Advanced Route Evaluation System 所以这件事呢 原来在背后呢 也是control by CIA 所以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这架飞机呢 会不会真的control by CIA呢 也刚刚都这么巧 有一些Rolls Royce的公司的人 Rolls Royce是做什么的 做引擎的 当然是车啦 车都有啦 飞机引擎很多都是Rolls Royce做的 他有一些工作人员出来 他告诉大家 就是说 他说他们承认 其实这一个system 是当如果飞机是有什么事的话呢 他们可以利用其他3rd party的软件 人造卫星那样东西呢 可以override 了那个机司 就是说直接可以 就算机司在飞机里面的话 他可以不离飞机司 可以直接在一个卫星里 可以将它导航去哪里都可以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科技 其实要用什么要机司 放在那里 正宗无人驾驶 你觉得一下美玲 我第一集也有说过 其实飞机最危险是什么 take off和降落 其实你觉得对的 一上去之后 不需要用任何人手做 是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 巡航的模式是最安全的 嗯 没错 所以这个叫做370 370这个flight 在波音的777-200 其实是一个最automated 它们叫做最automated 的一个flight 换句话 就是有好有不好 最automated 是什么意思呢 不需要用人手 但是 我又觉得很奇怪 记不记得上一集 两位拍档 我们说过 就是我们要看回 那个机司的背景 我们以前都这么说 马来西亚回教国家 一个机司原来有阿尔盖达 他去驟飞机的时候 原来有一群阿尔盖达的贸易 又在学着 但是呢 现在我觉得 这段时间的传媒 他一直在抵抗 那个机司的 就是说他的家庭又有问题 他的感情又有问题 会不会把这件事 又赶在机司上呢 其实背后呢 有其他原因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当然啦 我会叫阿May Link 慢慢去分析 在我的point of view 我会觉得 这件事就是 会不会是真的 不关于机司的事呢 我不敢说 截不截截 等一下part 2 我会和大家分享 一些计数的东西 在part 1 我也想说回 我会问回两位拍檔 我会觉得这件事呢 就是说 他们的政府呢 说得这个机司太多 比我觉得呢 更加不似 没错 似是故意令到大家都相信 是的 一定是这个机司 没错 因为又说 他是反对派的支持者 然后又说 他家里的模拟器 有些东西关掉了 没错 就说现在呢 美国那边 就去恢复一些资料 就希望有进一步资料 去研究这件失踪事件 非常之对 还有一个东西呢 今天就是《生果日报》 又在说的头条 就是说这个机司又有家里的问题 家庭有问题 又分外情 最恨这些人 所以我会觉得呢 会不会越描越黑呢 反而他越多的篇幅 这么多文章 去讲这个机司的话 我更加觉得不信 背后会没有其他原因呢 各位听众 我想听完我们的分析的话 你会在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角度 觉得呢 这件事是真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们用一些很雷文的 当我们是师奶仔 或者我们 一些普通的市民 去这样聊天 你试问一架飞机 有些人会说 低飞雷达是探测不了的 会不会是这样的 整件事不是这样的铺牌 我觉得 Hacking 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是很深信的 第二件事 就是说 是不是劫机呢 我也觉得 就不是一些恐怖分子劫机 反而反过来 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国家劫机 应该会告诉大家 你讲到很大的了 是的 国家的劫机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留意 其实那些乘客 其实这些乘客里面 有RFID Semi Conductor 里面的要员 上次我一集 我也有讲过 在飞机里面 有些什么人 有些电讯公司的高层 会不会因为有一些东西 要令到飞机 叫做 被消失 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 而被消失 或者令到 它做到一个 凶烂的情况发生呢 我觉得 可能 马来西亚未必配合到 因为可能 马来西亚的政府 就是想被掩 有机会 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自己都觉得 就是美国 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这件事 但等你亚洲这群人 先搞了 你们自己先看看 但我会觉得 背后 是不是美国政府策划呢 我自己有很大的可能性 阿甘你怎么看 其实我看过一个资料 挺有趣的 有一个分析家就说 其实飞机有机会 就是有另外一架飞机 掩护了它 即是它在另外一个民航机的后面 所以雷达就偵察到 只有一只飞机 那当时呢 因为那些人经常都强调一件事 就是它在雷达不见了 是的 没错 但不是代表它真真正正正不见了 那这个分析家就说 其实就应该是飞机 就不是不见了 是在雷达里面不见了 但是那些人知道它在哪里 不过找不到出来 那这个人又说 他说原来很多时候 那些国家说 用卫星拍不到这架飞机 是有少少令到别人误解 因为 开头说那几个国家的 卫星其实都只不过只有GPS模式 即是它是没有摄录机的 它只是可以定位到 所以就令到大部分人误解了 它说卫星找不到 就真的找不到 嗯 阿九你怎样看 我反而有个 都是挺有趣的结论 也不是说结论 有些资料看过 就说原来 一年前左右 已经有一架 是类似这个MH370 即是有马航logo的飞机 好像一架Clone的飞机 已经是被人做了出来 Clone的飞机 对 就是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一晨早 即是有马航的logo 是的 已经卖了出去 就已经被人收了 在机场里面 叫Tel Elford 我不懂读 希望我没有读错 是一个机场 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又要收了 租了一架机 在2013年的年底 就知道有这样的买卖 即是上网的人 找到这样的交易 咦 为什么这么像样 做一架一模一样的飞机 你为什么要这样卖出来 是的 收了 之后 人们就说 连资料都好像被人刪除了 即是再搜寻 搜寻不回 会不会呢 我自己想的 那些富豪的先人飞机买卖 然后里面改装 因为很多富豪会这样做 因为它的外表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还要保留马航的logo 收了它 会不会呢 马来西亚航可能二手机便宜很多 你看回 很多地区买 很多地区都在用二手机 问题就是它没有用 就是它收了 那它收了在哪里 就是在Tel Elford的机场 好像在以色列那边 就是说 咦 会不会有人又说 会不会就是 有两个说是假政经的伊朗 是不是那头的人 又是想搞恐襲 弄出一架clone 收了 到时到后飞出来 又不知道飞去哪里 即是阿易盖道说 他要做梦才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等 今次又来襲我 今次在我地头 喝我说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 我反而就怀疑 他做到一模一样 会不会 其实现在聚了的监 不是我们真的有人坐的 还是他呢 做到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随便收拾一些东西 都可能是的 但我想问一下 那么多位 其实刚才我说的 背后在美国的政府策划 你们信不信这件事 我觉得不出奇 有这个可能性在 他掌握着那么多资料 那么高的科技 开头的时候说找不到 都已经很匪夷所思 你反过来想一样东西 我们都是用些layman的角度去看 现在的人造卫星的科技 这么先进 你试问 你自己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如果你用人造卫星 你想看一辆车的车牌 其实基本上已经提到 甚至乎现在 譬如我拿着一包纸包饮品 如果他在人造卫星要拍你的话 其实牌子是什么呢 其实都会拍到的 那么你试问 那架飞机这么大 怎么可能你撞毁了下去之后 在水面也好 或者在绿地也好 完全一点的蛛丝马迹都没有 一点的碎片都没有 这个我真的觉得 令我非常非常之惑疑 不是 他经常都说拍到东西 拍到东西 拍到东西 都是浮床 是一匹匹的 被我们看的那些 又说其他污漆 是的 二十多米 一搭白色 你又说是 我想想 不是吧 OK 美丽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 你先不要说你的看法 我知道 你有你的看法 你很想说 但我想知道 用一些很内门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你会觉得 后面那个所谓的始作俑者 是什么人 或者动机是什么 本身马航这件事 因为太多假消息 他可以把人家的焦点搬来搬去 我曾经有想过 马航因为太多传策 而基斯的疑点是最大的 当然 现在最惨是他的家人 因为你什么都没找到 你就宣布了 他家人真的很惨 没有人丧生 这样我自己就在那看 我去到这一部分 我就开始 我不想了 直到 你那天 你就发了短信 问我 想不想做陰谋背后的嘉宾 说马航 因为太多听众 想你上来说 因为我心想 你上星期之前才说完 说完又说 没错 然后你就说 如果请得我上来 我当然是说外星的资料 UFO 没错 我就不想亂说 因为外星资料在网上 很多传冊 例如虫洞 UFO 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法 我昨晚就临时临急 就去找了我师傅 仙怡 我们就用塔罗牌 沾了枝瓜 不要说 我们 待会我再慢慢 第三部分 因为陰谋背后的传统 就是第三部分 才爆料 没错 OK 在你的角度看 你不要算你昨天的finding 你自己以来一个很直接的看法 就是说 这件事背后 是不是美国政府搞鬼 或者是否真是一个很天大的hijack 一个所谓劫机的计划 嗯 排面是劫机的 排面是似的 是 但是你说 是不是政府要策划呢 但是你就想不通 它究竟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 刚才我都说过 待会第二部分我会说 飞机去了哪里 我现在的资料 告诉他们 未必飞机爆了 或者炸了 在一个地方 我对上一集也有说 就是里面的人 有些人就是RFID Semiconductor 那些要员 和一些电信箱里面的要员 究竟会不会 因为美国 又想有一些资料 在他们身上找到 而做出这些行为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但是这个我们有理由去相信 嗯 但是 好像911 有一些资料 就说 其实911 里面那部机器的人 是没有那些乘客 是的 很多人都说 很多人就想 其实会不会 马航MH370 都会发生同一件事 但是 你会看到 美国的911 你会看到那些家属 不悲哀 但是MH370 那些真是暈倒 真是有班人 是不见了 北京的市民 真的哭了 哭了 發脾气 瘤了地 没错 再加上 这个反应 我们都要理解 加上马来西亚航空 你看到马来政府 全部都是用一个 疾疾搏 不多觉 和很想 close final 的态度 令人更加不顺服 这些是激起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我试试去理解一下你们 去想一下 如何情况 美国政府 会不会知道之后 它和马来西亚有秘密的协定 你们觉得 阿九你怎样看 一向都觉得 他们的国家根本 暗瓦底 桌底 常常在说数 都说说到 说到数 就说找回 现在 今天才说 原来 其实四天 不见了 失踪四天之后 已经知道 跌了下海 都说得出 十几天 都不说 现在这一刻 已经定性了 聚了机 是的 虽然残骸未见到 手索又未找到 拍几张卫星相 就说是 没错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阿金 你想想 美国科技 大家都清楚 首位一致 为什么澳洲的人造卫星 会拍到残下 而美国拍不到 你信不信这件事 因为澳洲是她的朋友 这个绝对 对 但我反而觉得 有几个国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新加坡 泰国 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越南也没有声音的 但他们是有份搜救的 绝对 而且这件事 没有声音之外 没有发放任何声音 就是说 现在我的结果是如何 有没有 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出过去 有没有人知道 做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是的 你说得非常适合 例如新加坡 越南那些 他说是帮手去搜索 但他详细的交代 也没有 一路时时 在我主流传媒 我时都觉得 美国有美国 美国都很少说的 这几天 不要说几天 最近都很少说的 每个人都看着 第一个电视 就是马来西亚的外交部 不停在发表声明的东西 第二 我就看到 中国大陆 送了一些船 或者飞机 去引渡洋 头都暈了 是吧 他们现在就送一些飞机 和一些 所谓的搜索队 去了引渡洋 但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 引渡洋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待会我会说 是引渡洋 但是 是不是真的聚毁了呢 你怎么看 美玲你觉得 我觉得 现在只是用主流传媒 新闻这样说 先曼一下关子 我先问你一件事 站一下你哥哥的病 有没有聚毁到 你不要开估 你的师傅说什么 塔罗的结果是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 第一件事 大家应该要想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会死掉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点 人家说死不见了 不一定死 这个我深信 还有 第二个问题 现在各个政府的表现 其实这些也不怪他 我觉得 因为其实这些是一些拉力战 我国家 我和你可能有些外交 邦交 或者这个 我和你有些心病 我看你怎样做这台电影 你不得你出声 我才帮你 我就不会自己出声 因为如果美国 自己说 不是我拍到 我知道机器是哪个 即是告诉别人 Edward Snowden 说的那些是真的 他监听那些 即是告诉全世界 我美国真的监听你 即是不会这样做 明白 所以大家 这集很特别 为什么呢 大家有大家有看法 我看法 我觉得 因为我在Facebook 都会这样说 就是美国 怎会不知道 我真是硬不相信 美国不知道 刚才也说过 以科技的先进程度来说 怎会叫澳洲的国家 无端端就说 我澳洲的人造卫星看到了 美国看不到 怎会澳洲会看到 那么奇怪 即是发生了一件事 至到现在 多久 都有三个星期 有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三月八日至到现在二十七日 没错了 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入面 为什麽上星期的事 才说 我拍到 懷疑中 是残骸 这个 不是令我不相信的地方 最令我不相信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 立刻就说 对了 这里在毁了 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否认 为什麽突然之间 在未找到残骸的情况下 他承认了是坠机 没错了 我在Facebook都有这样说 你残骸都未找到 你就说 撞毁 或者聚毁了的飞机 搞到现在北京市民 抱着 在哭 即是基本上 我刚才都同意Mail Link的看法 究竟 有没有人死呢 就算有人死 有多少人死呢 是吧 我时都说 如果真的有空难的话 你一点点的碎片都没有 我真的不太相信 宁愿反过来 待会我会说 我的看法给大家听 看看大家怎样看 阿甘 你有很多资料 我看到你的桌上 有些什么呢 我又说了我的看法 你多说一点点 看法给大家听众听 我看过一些军事的分析 是 他说 这次力孤密论 是不是夹击事件 是 但是很多国家 借着这次的事 派了艦队 他去那个海洋 海域那里 做偵察 做自己的国家 不是真真正正为了搜救 借助搜救为名 就是去探测那个灵域 看看可不可以霸道一些事情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论 甚至乎 我有消息告诉我 就是说 你们三位怎么看呢 就是 这些可能是官方或者军方的秘密 但是你们有想过呢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 当然不是各个国家有潜艇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是说出来就是用潜艇去搜救 很简单的一件事 虽然 海面可能可以去到四五千尺米深 这个绝对是的 但是 如果 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你都要去做呢 是吧 就是很简单 有些大国 譬如美国也好 中国大陆甚至日本 是吧 都有潜艇的嘛 有潜艇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国家 其实他们完全隻字不提 用潜艇 为什么呢 背后呢 大家去想想一件事 就是美国知道这件事 但是其实他一直不出声 就是叫你这班人 或者想你这班人 就是其他国家有潜艇的国家 就出潜艇 想知道你们的潜艇 放在哪里 美国不出声 但是法国又出声 是吧 他说现阶段 就不需要用到潜艇去找住的 哈哈哈哈 他有一些仪器 说放在海里去detect 去看看下面有没有东西 所以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我的立论 我都很相信我自己 阴谋论 当然不是confirm 但是也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说 美国想知道 你一班这样的 不要说大国 亚洲的国家 有潜艇的亚洲的国家 究竟你的潜艇 放在哪里 这个真的很恐怖 第一节 时间差不多了 哇 我们真的流出了很多东西 给大家去思维 去考索一下 第二部分 我会分享 这段影片 在网上 这几天都封存着 尤其是在我们的forum 都封存着 就是一个人 去计数 告诉大家 原来他会觉得 马航这架飞机 在马二代夫 为什么呢 回来再和大家聊 这个世界 充满阴谋和计划 的这个世界 现在 让我们跟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再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看法 好 好 那刚才我都说过 我就在怀疑 其实 这个飞机 真的有没有撞毁 过 Maining 也说过 我们录音的时候 是27号 那这几天 其实呢 有些听众 都在我们的forum 分享了一个video 出来的 那这个video 是说什么的呢 就是一个 都叫做 conspiracy 就是一个 陰谋论的研究者 他的分析 都挺合理的 可能在这里 我借助我们 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看法 那他呢 就用计数的方法 就是说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马航 大家清楚了 是3月8日 凌晨12点41分 那他lost contact 那个时间 就是说失去联络的时候 就是当日的凌晨 1点21分 好了 那他计数 那什么是数呢 他有理由怀疑 这架飞机 在Diago Garcia 这个地方 Diago Garcia Diago Garcia 在哪里 在南印度洋 那边 也是 而且是马尔代夫 附近 Diago Garcia 是什么地方 知不知道 是一个美军的 即是那些 暗瓦底的基地 什么叫暗瓦底 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 不知道都很秘密 OK 我要糾正阿狗 原来那个是最强大的 空军基地 和情报基地 没错 非常之对 其实在一个地方 原来他不是属于美国的 他原来是跟英国租借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 被人的感觉 很秘密 和 所谓的 有很多干扰的瓷场 什么意思呢 原来 我看完这些视频 之后 我再去找我的资料 原来 发觉 当如果 当我们先当 那个飞机 停留在那个地方 的话 你的GPS 原来收不到 in和out 都是收不到的 有些人就说 不是的 我打个电话 響几下 会通的 那么 他解释 原来 你收不到 GPS 也好 他有机会 響几下 或者甚至乎 飞下了你的Voicemail 有些人就比较希望 给家属 就是说 咦 会不会真的 他们还没死呢 这个事实 有机会 我们讲 有机会 有机会 是未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 刚才我 第一部分 都有说 其实 在6点15分 当日 即早6点15分 在马尔代夫 是有人 看到 这架飞机 是往南边 去飞去的 基本上 就是飞去 Diago Glacier 这个地方 原来 这个人 用了数学的方法 就是 他计算到 就是说 马来西亚 去马尔代夫 原来就要4个小时 24分钟 那大家计算一下 他Lost contact 那时候 就是凌晨1点24分 加4个小时 24分钟 的话 就等于 5点45分 再加多40分钟 为什么加多40分钟 就是说 他就用了 12点41分 当他起飞的时间 直到他 不见了 1点21分 那个时间 就是40分钟 再加了40分钟 就变成了 6点25分 其实 差不多 只不过 有10分钟的 difference 而已 OK 他也计算一下 就是说 大陆 即是马来西亚去中国 他的马尔代夫 即是他飞行的里数 就是2628里 但如果马来西亚飞去Diago Glacier 的话 只需要2617里 那其实呢 有11里的 difference 那就是 他们还有一些燃料 飞去这个地方 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说 澳洲那边 因为看到 或者探测到 有一些微弱的信号 其实说的是微弱的信号 在印度洋那里 原来这个节目的主持就是说 其实他觉得 深信这架飞机 没有聚毁过 只不过 是降落了 在Diago Glacier 这个地方 阿甘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 其实呢 如果你就着他 说飞去南部 我真的赞成这件事 因为当初 马来西亚政府 公布了两条行动 要么是北 要么是南 但如果北边 就是包括了很多国家 如果你要监控 其实很多领空都能监控到 但是南边 其实主要是海 除了安达曼岛和少数的岛之外 其实很多空域 都没有办法去监控到 那变成了 如果一架飞向南边的时候 就真的可以避过这个雷达 绝对是 阿九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 那个时间又混合 因为之前波音都公布过出来 说引擎 其实在失联之后 都飞了整个五个小时 看回那个时间 咦 似乎真的可以飞得到 那个距离 嗯 所以呢 我想三个 只剩下Mail Link 当然我当然会问一下Mail Link 你心不信信 整架飞机 飞了去南部 我们不要说 飞不飞 或者飞到哪里 你心不信信 就是 我们之前那集 说过 就是飞机 飞到差不多 其实就回了头 回了头 回了头 当然回了头 那当然是澳洲的旁边 印度洋 做不飞位 待会再慢慢讨论 你信不信飞到南部那边 金就是深信飞到南部 如果计资料 和雷达显示 他是向南部飞的 嗯 即是我可以这样说 哈哈哈 我觉得OK 原来就是讲讲下 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有 很有很理性 还有我做一个预测 是 要是找到 要是找不到 哈哈哈 我是被听众罵 哈哈哈 OK 哇 这个分析真的非常独度 OK 还有精辟 哈哈哈 OK 阿美琳讲笑而已 因为她有些竞料 part 3 会和大家分享 这样 讲回Diago Glacier 这个岛 刚才都讲过 就是她是从英国的英国去租借的 其实呢 在1966年的时候 英美都签署了协定的 Diago Glacier 成为了美国 在印度洋的 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海空的基地 那你试问回 美国在印度洋 有一个海空的基地 亦都这么秘密的 如果 你们想一想 用一些雷文的角度 我们时都这么说 你想一想 如果在附近聚毁的话 你觉得这个基地 你会不会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呢 还是说 好像我刚才这样想 这件事是美国策划的 用了一些 hacking的一些program 然后之后 它reauto 或者甚至repilot 这一架飞机 令到这架飞机 飞飞一下 回回头 降落了在这个岛上 阿狗 你觉得 我反而反而这样想 我就在想 你有个这么厉害的军事基地 有个飞机飞来 你会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就一定不是的 不是 就是了 就算不是他遥控 虽然我都觉得 都有这样的可能 都很大可能 但是 他起码不能够排除 他是知情的 不过我觉得 一定有几个国家夹份 即是 不会只有他一个 我也觉得不会 那你很难叫 那么多个国家 一起跟你说谎 那当然有几个insider 一起做 还有会不会有利益 就没人知道 大家清楚了 是吧 美国出声的话 亚洲有哪个国家 不叫做听话 是吧 第一一定是澳洲 第二一定是日本 南韩这些一定是 是吧 那你说 新加坡 会不会逆它 那我想也不会 都不敢搞 所以就不出声 是的 就不出声 就是等于很简单 就是Snowden那件事而已 来到香港的话 中国有没有出声 没有的 只不过这件事 就叫香港政府 你快点扫他走 大哥 不要搞那么多事 我是在我身上搞事 是的 这个一定是一个政治的立场 绝对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说 从由开始 3月8日到现在 云云种种的事情 被人觉得 这件事实在太阴心诡辟 还有背后 真的有没有那么奇怪的原因去发生 阿菊你没有其他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刚才说的 不是偵測到一些信号 是的 微约信号 我又看了一件 我看了一件挺有趣的 就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是的 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的 很长的 这个地方我简称中科大地震与地球内部 简称都这么长 简称都要这么长 我说中科大 他原来在事发之后 宣布出来 其实他们的研究室 就在大马和越南交界的海域 检测到一次海底事件 他说得很曖昧 海底事件 其实这个研究室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偵測地震讯号 但是他们就分析了数据 他说那个地区 即马航失踪了那个地区 其实就不属于地震大 所以他检测到那些讯号 他只可以定性为一个海底事件 那个发言人就说 如果假设飞机是真的聚毁 而发出这个讯号 因为飞机聚毁下了海 会有一些震动的波段或升波 他检测到 这个发言人就说 如果真的是飞机聚毁下海 这个聚毁事件一定是很大件事 但他又不可以确实说到 是否真的有聚毁 但是他可以确实说到 是检测到有一个海底事件出现了 如果你说那些讯号 尤其是航空雷达那些 我们以为你说隐形战机 是避过雷达的 但是其实最简单的事情 就能破解到他 你只是电视机 你知不知道电视机就可以detect到他 这个就是他们的破账 所以他偵察到微弱信号 其实可以很多很多 就算有微弱信号 他们时时都有说 现在我看主流传媒的新闻 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 是用一个世界天文学会的一些研究机构 才可以detect到他们一些所谓的微弱信号 我想他们就解释 就是当飞机聚毁了 或者有意外的话 就算黑盒 甚至乎其他里面的飞机的组件都坏了的话 其实整个机构本身都有一些微弱信号发出来 嗯 但是这些微弱信号 是不是真的足以令到一班人找不到这个机 记住是找不到这个机 我就真的不是太相信的 因为现今的科技 我们先不要说美国 你说一些很一般的一个国家的一些科技 我最不明白一样东西 为什么唯独是澳洲出来第一个国家找到 这个呢 其实当日我听到这个新闻 我都觉得是挺吊愧的一样东西 阿狗你是不是 你觉得 是啊 而且又突然白事有关澳洲市 都挺匪夷所欣 哦 因为始终有些人 朋友嘛 第一朋友嘛 第二 普罗的市民已经觉得 这架飞机已经在印度洋聚毁了 就是传媒已经铺天盖地 已经说了 是的 记美德亚 马来西亚政府 都是当日都有这样说过 已经聚毁了 所以其实普罗的市民 当然不是说我们 或者听开阴谋背后那班 我们那班听众 其实普罗市民已经打了入脑 就觉得呢 其实飞机 最后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罵到残骸 但是被人的感觉 已经是撞毁了 在印度洋上 当然了 连马来西亚的总理都站出来说了 就说 哦 根据了英国的凶烂调查局 还要加上 英国的卫星公司的 Inmarset 的最新分析 就是那个新闻也有说 什么The Plus effect 又有够伤车的那个 就算到了 是的 在那个位置 那架机应该是飞了 那里 墜毁了 不过它最吊诡的一件事 我就觉得 哇 残骸未找到 它竟然说 所有的乘客 都已经离难了 大家节哀 是不是 你什么都没有 就知道那些人死了 嗯 刚才你说救伤车 effect 我想未必听众会知道 阿狗的意思是什么 救伤车 effect 就是说 如果救伤车的 V路V路的声音越近的话 最容易听到 当越来越远的话 那当然了 你听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 是因为那个frequency 可以计算它的距离 继续做出一个定位 没错 没错 但是就说这些是很微弱的 他还说找了几组 不同的777的客机 那些波音777 那些信号 来做对照 但是问题呢 又有一个吊诡的地方 那间英国的卫星公司 就说 其实呢 我们因为 都从来没试过这样 去找这些机器出来 平时我们要用一年时间 去归纳出来的资料 现在两个星期给了你了 我不知道准不准的 你自己想想 但是呢 外国人做事是比较松散的 是松散的 人家说不准 但是马来西亚那边 不是 是的了 那间店都是这样说 一定是 你们这些人 还要死了 人家都没说 很实实在在 一定是 你们为什么可以把心口说是 那一刻才令我太多联想 其实马来西亚政府本身 他们的外交形象 都已经很大问题了 即国内内有些政治问题 他不是很理会外界 怎样看他 他自己是如水滚糖鱼 你看他的政治多黑暗 你就知道 所以你说他面对国际社会 他很多束手无策 因为他自己在家里 生寂寞 现在我没试过出来对其他大佬 一出来 你就看到他完全没有军事 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什么都没有跟他做过 没有编过出来 你看到他手忙脚乱 绝对 而且好像想用钱 擺平这件事 我们说一下赔偿 就算了 尽快设定了 这件事就算了 但是赔偿方面 当然我认为马行 出手低 是的 挺藏缩 这个我解释得到 原来马行连续三年的营运现金 都是负数 现在分析家都开始怀疑 他们够不够钱去赔 是吗 但应该不是保险公司赔的吗 马行一直都在虚钱 因为他们之前都要找大股东入股 去救整个马行 OK 这次事件 有些人就提议 假设会不会马行找政府帮忙呢 因为保险都未必赔得那么多 我明白 没问题 只是一个美国乘客家人 已经委托了律师 去起送马行 加上波音 当然他坐过一只机 说估计要面临 和这两间公司合成 是19亿美元的索尝 所以波音挺可憐的 之前说马来西亚航空 说机师和他完全失乱 波音就受不了 立刻说不是的 不关我的机事 你不要赖我 所以才爆出不是的 都是波音说的 即是现在波音赖马来航空 两个推理 总之不关我事 起码他一定说不关我的机事 不关这个机总事 不是机器故障 大家注意 没错 所以刚才你这样说 资料显示 如果成功撒偿 每一个乘客都可以 超过百万美金赔偿 所以我觉得刚才阿金说的东西 他都很麻烦 马行这件事 但是我又说回头 刚才Adam你提过 现在传媒也好 或者国家也好 都提到机器坠落了 原来澳洲一个海洋地质学家 都说相信机器的残骑 现在在一个巨大的火山底 即是海底火山上面 要找到很难 他说给大家听 很难找到 要一些时间 都铺了一条路给自己 给一些说谎的国家 所以 怎样都好 我会觉得一件事 究竟哪个港大说谎 每个头都很大 为什么呢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说法 美国这段时间就不太出声 但是在我们的想法 始终我都觉得 为什么是澳洲 一直想来想去 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是澳洲 中国大陆 我不相信 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 用商业的卫星 甚至乎军用的卫星 都拍不到 因为很简单 一件事 飞机在亚洲地区出事 我觉得 如果你做什么官阶的军官 你在A area找不到 你都会看看 B,C 周边的area 究竟有没有 可疑的物体 为什么是澳洲呢 第二 最吊诡的一件事 就是马来西亚 又突然间隔了头 就说 是这里了 但问题就是 每个人都在怀疑 没有碎片 究竟是否真的沉在大海上 现在这帮人 很多国家 又出动了战机 又出动了军艦 都是搜索 完全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是吗?阿九 是啊 什么都找不到 之外 我想补充一点点 刚才不是说 其实马航 在出事之后 四天已经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久不公布 原来他有解释 他说因为他要和美国分享他们的资料 因为需要一些时间分析 不是和美国夹计吗? 是啊 官方是这样说的 因为要时间分析才能够确定 免得影响调查 所以就一直掩住 掩住这么久都不说 直到这一刻 为什么他们又会说 可以说得这么死 是聚毁了呢? 原来是马航那方面的总裁就说 没有的 因为飞到南印度洋那边 已经没有机场可以让他们降落 他剩下这么少的燃料 飞到那边 均下坠落了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过 原来还有一个美军基地 那些难道他有 我看不到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这件事未发生的话 其实不是这么多人知道 Glasia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这么出名 或者这么秘密的海空军基地 不仅是空军基地 是海空军 还说以前可能是CIA 特地捉了那些犯人 在那里審 就是阿富汗 伊拉克那些 都被抓到那里了 阿金 你怎么看呢? Diago Garcia 这个岛 刚才我刚才说过 这么秘密 原来他背后 好像刚才阿九 也说了很多 关于一些美国 如何对待阿富汗 这一班囚犯 也有刚才说过 1966年 其实英美签署了一些协定 在印度洋里面 是很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是的 还有情报基地 我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发展到这一刻 我反而想起一部电影 就是Lors那部电影 我自己和我的朋友说 我现在不敢看主流传媒的新闻 越看越头痛 是的 你不知道哪一宗是真 和哪一宗是假 原来连一个总理 可能都会在说谎 尤其是马来西亚 因为我上次在节目也有说过 马来西亚出入境的 procedure 其实都很难 你有钱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就成为了恐怖分子中转站 没错 你可以付钱 你可以拿着水相机 就是我觉得 这么口渴吗? 哈哈哈哈 都挺口渴的 其实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 没有人敢说一个推论 刚才我说的那个Diago Glacier 这个地方 我正在转述那个视频 那个男人 他都叫predict 去估计 这个飞机会不会降落了这个基地 其实现在一些出名的陰谋论的网站 都说了很多的效果出来 但是没有一个网站 我都去了六七个网站 其实没有一个网站 是肯定这架飞机做过什么 甚至乎现在的location在哪 甚至乎是真的是不是空难 咦? 我有看过一些 就说 有一个质疑 是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乘客去哪 会不会乘客被人杀死了呢? 因为就算飞机失事也好 那些联络系统也好 其实乘客应该有这么多个 总是有些人会打求救讯号 或者拿出一个卫星电话 为什么没有一个乘客做这一件事呢? 那你在怀疑是否那些乘客真的死了 还是说 好像刚才的Mail Link 刚才Mail Link 第一部分一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说过一件事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全部死了呢? 或者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人生还 或者有没有人死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可以想的方向 我现在就期待他快点说 阿金啊 刚才你提过 有一套Lost 好像现在的马航事件 那样的情况 但原来澳洲那边 都在拍一套视频 叫Deep Water 又是跟现在的马航 这个失踪事件很相似 所以令到导演 都说 我们现在先停了 先不要拍摄了 因为呢 又是这么巧 就是说 有一架飞机 飞着去中国 失事 又是跌了到大海 但是呢 他就说 有生还的乘客 还在这些 惡劣的环境下 求生 还要很惨 要应付这个 沙鱼 所以他就觉得 糟了 这个时机不是那么好 因为好像在别人的伤口上 耍盐巴 就决定 虽然已经开拍了 都暂停了他 都 唉 在这个 这个 这个惨事上 都好像 有些少少 人性的 感觉 但是呢 原来这个导演 他真是 都不知道他鬼才 还是有预知性 好了 因为原来他之前 都试过 拍这些灾难片 应验了 就是说 原来他在11年的时候 拍过一套叫做 3D潜行生淵的片之后 澳洲就真的斜斜地 就有水灾了 所以他可能知道 自己都不是那么老乃 都不好拍了 难道这个 是跟我们的 澳洲丁鞋 香港不是有一个 一拍完便会死 对 不过他这次 跌下来 他还在拍 但是 因为拍戏 其实之前也有 这些剧本 其实预备都衰时 难道他真的 这么厉害 有预知性 阿九说你这么说 令我想起 很多灾难事件之后 也有些人走出来 说自己 有预言能力 可能像铁打利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是啊 因為這個電影也是在澳洲出的 是啊 又這麼適合 是啊 其實基本上 你們兩位講完之後 我都發覺之前的電影 一些空難的電影都有提及過一些東西 就是說 例如剛才阿甘說的Loss Loss這出電影其實都是比較貼近馬行事件 還有呢 其實我們在Facebook的forum裡面 都有人在說 剛才你們兩位講完 拍拍一下 害怕 其實現在暫停拍攝 是啊 先停下來 因為太敏感了 是啊 先停下來 它出來叫什麼名字 Deep water 即是叫深水 我們第二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當然這一集的話 大家都萬眾期待 Mae Ling有Mae Ling的本身獨特的看法 對於馬行事件 好了 大家等一等 稍後回來的話 讓Mae Ling分享 她或者她的師傅 看到什麼 或者預計到什麼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Mae Ling 又回到第三節 剛才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Mae Ling為何我特意要請她過來 有時候很慘 為什麼呢 因為她坐了一個小時 都沒有發表她的任何的看法 對於馬行事件 但是呢 今集都是一如以往 就是每一集的話 第三節我們都開始爆料了 喂 Mae Ling 你來到的話 聽眾當然會說 嘩 不是吧 Mae Ling說這麼少話的 不是吧 已經說完了 哈哈哈哈 已經說完了 我們已經差不多了 時間了 哈哈哈哈 OK 回來了 怎樣看這件事 你這個獨家的資料 怎樣看法 不要說我的看法 不如我說 尖了掛出來的結果 用塔羅 用塔羅尖掛 OK 我直接說說 那個步驟先 我第一個問那個問題 我首先問 其實MH370 是不是機組人員 加上乘客 全部還在不在山 我問第一個問題 竟然出了那些牌 是一個都沒有死 一個都沒有死 一個都沒有死 是在山 第二個問題 再三個問題 我就問 有沒有人夾機 答案是 不關夾機事 然後我就再問第三個問題 是不是進去了平衡宇宙 蟲洞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他說不是 是在地球 現在都還在地球 人們都還在山洞洞 我就在問 又不關夾機事 又不關平衡宇宙 很多人說 可能進去了平衡宇宙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或者是時間旅行 原來完全不關這些事 就關UFO事 然後我就再問 其實這件事 對我做節目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你明白嗎 因為如果我講出來 我們也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現在不是在做星際 對 還有我以下的資料 講出來 還有它是有預言性 是近的 日子 OK 如果不是說出來 你說最好 好像這個尖掛的結果 是全部人沒事的 是最好的 他說 是真的關外星人事 重要 關外星人事 很奇特 我就想 第二個問題 我問回 如果關外星人事 我首先問 是正面外星人 還是負面外星人 這是很想知道的 小灰人 你們先猜一下 我覺得是小灰人 邪惡的外星人 是的 你三個都覺得是邪惡外星人 不是 怎會無緣無故捉走那些人 然後出來 那個牌子就告訴我 她說我不清晰 問得 叫我再想過 然後我就想 我問是正面負面 她不答我 那個牌子也有跟你說過 會的 溝通的 溝通到 然後我說 我想一下 她說不關政府面的事 難道不是一種外星人 那我就問 我說是否超過一種外星人 她說是 那我就逐個問 我說有沒有十種外星人 她說有 我說超過十種呢 她說都有 不如這樣吧 我們停一停 不如你聲製說好一點 哈哈哈哈 真的很V1 所以我說這部分真的很爆 最爆不是這些 反而最爆不是這些 我慢慢來 她說原來不止 不止超過十幾種外星人 那我真的要問一個數 那我真的有多少外星人 那我問出來的結果是 有三十幾至四十幾種外星人 那這件事呢 她說 那就不是一個外星人的事 那我就 那MH370他在哪 難道被一班外星人佬劫 她說原來不是 沒關係 她說MH3703月8日那天 她說這件事是沒有預謀的 真的不經不覺 街口撞著你 即是撞鬼 對 她說MH370 去到她起飛沒多久 之後 其實那裡是有一架Mothership 在那裡 Mothership其實沒有心抓她 但不覺意整架吸了她上去 而吸了她上去之後 所以那架Mothership裡面是有三十幾 三十幾至四十種外星人 而這件事呢 我看回 這件事我要澄清先 另外我講的那份資料 就是不關我測試的 我就是上網找回一些外星的資料 可不可以印證我這個占卜 那我就看回了 她說 整個飛機進去Mothership裡面 難怪雷達會突然間沒有了 還有她說 原來UFO是可以 以前我們經常說 地球是低能 經常在裝UFO 其實UFO是經常假裝飛機 即是可以引發一個飛機 在雷達那裡 你可能會看到是一個飛機的雷達 這個在主流傳媒那裡 沒有說過出來的 亦都很少報道 她說原來在那個飛行的雷達 當時是記錄到MH370這個飛機 正常是跳下跳下跳下的 突然間有一個都是飛機的雷達 但這個被譽為應該是外星人 UFO的雷達突然間很快 比平時飛機快過四五倍的速度 然後去左右 然後就說南不轉 來一個U-turn 然後再回頭 所以說你在雷達那裡 你會看到突然間有兩個飛機的光點 然後就左右這樣飛 她說那個飛機原來是 回頭回頭 卡住了那個飛機之後 就在雷達那裡消失了 但是飛機在UFO裡面 她是可以發出一些很微弱的訊號 好了 這一部分就不關占卜事 這一部分就是我找回的非主流的資料 但是我可不可以試一下 找回那段片給你看 好的 我講回那個占卜那件事 他說原來這一班外星人 我在想 喂 這個難道我們經常說那個星際聯邦 難道真的遇上一個星際聯邦 然後牠們說貼近了 但是不是 它是有一個不同種族的大的聯盟 但是就說 Exactly的名字 不是星際聯邦 然後我就問了 喂 那這班人那怎麼辦 肯定很害怕 他就說 不是 原來這班人 開頭是害怕 但是現在其實完全不害怕 是跟那班外星人 其實是在一起 相處 而他們現在住的地方 是地心城市 最爆的就是 他們那班人沒有死 很快就會出來 還要是4月份 所以這件事是最爆 他說4月一定有資料 還有一定有新消息 還有那些人是完全沒事的 我擔心這件事 如果4月不出來的話 那我們的招牌就拆掉了 那招牌呢 我也擔心 如果招牌是拆掉 就是拆我和我消苦 對 但是如果這個消息出來 就真的非常爆 那我就看回 這個 其實這麼簡單 這幾樣東西 我問了幾個小時 那我就找回一些網上的資料 我回到剛才找回網上的資料 看看可不可以認證 那我看到有一篇文章 就跟我測試的結果 是很類似的 但是這個文章 我可以說的名字 聽眾自己去搜尋 信不信呢 你們自己決定 但是我建議 就不要他所有說的東西都相信 有機會是有些真有些假的 這些我一定要說 那個叫阿拾塔指揮官 阿拾塔指揮官 那他就說 他是一個 在地球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引擎 又是帶領著很多 不同種族的外星人 就在我們地球上面 那個大氣層上面 已經是佈了很久 有幾百至幾千隻飛船 有些是雪茄型 所以你要看到 現在有些衝突地點 譬如烏克蘭 敘利亞打仗的時候 上面整天都有UFO 有些秘密活動 他很不喜歡地球政府去打仗 因為地球政府 他私底下有很多 剛才阿九也說的 秘密基地 有一個主流傳媒也不會說的 當然 有一個就是在地下基地 有六十萬平方英尺 這麼大的地方下面 是裝了一些連我們 連名字都說不出的軍事武器 但是他呢 一夜之間就破壞了 然後他再試過有一些行動 就是譬如 起一些衝突的地點 或一些忐忑 他就試圖把整個忐忑融了 看看新聞報告 會不會拍這張照片出來 但是也是沒有的 是全部都檢查了 就是說這麼大件事 我破壞你的軍事設施 因為你有很多武器 是不可以公開的 我也不想你打仗 但是 原來主流傳媒 一滴消息都沒有流出來 那麼他就說了 他就說說MH370 他也有說這個 他有說這件事 他就說MH370 他說是跟他們在一起 他說MH370的乘客 知道地球政府 即是現在外星人的計劃 和地球政府有些東西 而這一群MH370的乘客 他是願意自動做一個人質 自動曾經做人質 就是希望等到地球上面 即是一些很自大的國家 全部拋一些搜救工作 就等他自己忙到一頭煙 找完之後 然後那些人才走出來 OK 明白的 大家有不同的觀點去看這件事 我也有一點目定口呆 MH370說完之後 我自己也目定口呆 其實我自己聽到這些 我想問回一件事 剛才我講的 早上全部都在講報道 早上6時多的時候 其實馬爾代夫有些村民 有些居民 都看到有飛機低飛 那這件事怎麼解釋呢 我在想 大家去分析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 如果你說的個案 我真的被母船吸進去 那村民看到的飛機 那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 我剛才也說過 第一 我不知道他看到的 第一 我不知道他看到的飛機 是真的飛機 還是母船 因為就算我們上面 整天飛碟也好 他可以不讓你見 隱身的 看不到的 他亦都可以用一個 他想讓你見的樣子 他可以幻化成一個 七七七的 讓你見到也可以 所以你說 這就是星際訪客的說法 不關陰謀背後事 可能對很多陰謀的聽眾 覺得太V1了 放心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想解釋 可能有些聽眾 為什麼這麼有趣 請他Mail Link上來 剛才Mail Link是知道的 因為我打電話給他 在電話上說 其實我們也有一批聽眾 想Mail Link上來 陰謀背後這個話題 就著這個話題 用UFO的角度去看一看 所以我又不覺得 那些人就覺得 哇 V1我又不太覺得 只不過 一件事就是 我也很開心 就是我們的主持 可以這麼大膽 去推論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真的不敢這樣推論 但是我因為 我也不相信 你被外星人捉了 沒錯 其實我師傅更加對這些 是完全沒有概念 沒有意義的 即是他的Mindset 是覺得沒有外星人 OK 然後他都說 但這是你的塔羅師傅 是呀 是我的塔羅師傅 他還說 馬來西亞政府 嘴海了 沒有人生還 他還在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不如試一下檢查一下 因為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問 因為他問我 第一件事 他問你有沒有親人在上面 或者什麼 我說初遇大家來試 當然沒有 他說如果沒有的話 有親人不能問 不是 是有親人就一定可以問 他說如果你沒有那些 即是你無情百事去問 他未必可以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首先你要詢問了塔羅牌 或者你有不同的占卜 你問了他 給不給你 告訴你 但現在你沒有親人 對 所以我問了一個牌 我說問一次 你願不願意給我問 如果你願意給我問 不問就算 我沒有所謂 即是要他批准的 對 我出了一個牌 他就說他給我問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 以我師傅的說法 他就說 如果你沒有親人 而你勉強去這樣問的話 塔羅有件事很有趣 即是不說直覺塔羅 我師傅是有信仰 什麼信仰我就不說了 他就是有開光 所以那些牌 不是看你的心情 是完全有一個占卜的成分 即是不關於你想像這樣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先詢問了 詢問了那個結果 其實我也是覺得 你給我問 為什麼會給我問呢 我沒有預期過他會給我問 只不過我打算去嘗試一下 因為他說如果有些 譬如你勉強去問那些 他可能會傷害到你自身的運氣 這樣 這樣 那我就 終於都問了 被問了 那就是很神奇地 其實出那些牌 出了 我們問了起碼 就是double check了很多次 他都說那些人是沒有死 OK 剛才你說現在是地心主 那4月會出來 他用什麼方法 或者用什麼途徑 這樣說 噢我出來了 這件事 就不可以問得太深入了 總之如果其實有件事證實了 如果最快4月未來 如果那些人真的沒有事出來 的話 全部沒有事出來的話 或者是很近期4月出來的話 其實這兩件事的話 已經足以證明 其實不是很關於一些地球政府的事 可能你看到地球政府比較有些手忙腳亂 可能他自己 這個目前為止 可能我不知道地球政府 知道多少 知道還是不知道 但是起碼出事的時候 是不知道的 總之不是恐怖襲擊 不是特地去計劃做這件事 我在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這群人出來之後 當然當然受很多傳媒 或者政府去查問 那群人會怎樣說 他應該會說見到外星人 但是政府被不被他這樣說 是的 我就覺得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十個以內應該是OK的 但是現在是過百 還有二百多人 二百多人 所以你說如果消息 如果真的發生這件事 就是剛才這樣說 發生這件事 如果你要消息封鎖的話 其實難度是很高的 那這個也算是一個abduction case 其實是 不覺意 不覺意 不覺意吸了進去 還有我又馬上想 哇 是不是世事的東西這麼巧合呢 就是剛剛 加拿大前國防部長Paul Heeler 他就說說有外星人 這個人一直都相信 是的 還有我又想回 喂 大約在2006年 或者2007年 UN有一個聯合國的報告 他那時候已經預告說 在2013年至2017年 是會有外星人 正式官方式和地球人會面 幾年 2013至2017年 然後我就在想 我因為看到這些資料 看回那支掛 然後我再看回 現在 2013至2017 剛剛又2014年 難道是真的 雖然我相信很多人 跟我的感覺都一樣 就算你看幾多外星人的資料 或者是真的你有見過UFO也好 或者你看幾多荷里活電影都好 你是Mindset接受都好 但真正正正發生在你身上 你未必可以立即有一個反應或接受 你都在那裏質疑了 喂 其實這件事是否真的 其實這件事 就是試著我們現在市民或地球人 那個意識層面 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它在試著水溫 可以嗎 如果一般人都是你接受不了的話 其實你很難會發生這些事 但我在想 現在近期發生了這麼多 由2008年開始 全球的UFO報告 陸陸續續地擺出 慢慢擺 擺到現在2014年 都還在推出一些新報告 每年有千多份 不同國家 全部擺出來 接著到一些很厲害的前官員 前官員 好像Paul Heller 那些那麼厲害 慢慢跳出來都在說 現在 難道馬航發生這件事 如果真的發生外星人 而有200多個人的人情 這樣走出來 哇 你可以想像 你可不可以想像之後 地球人一定要面對一個新的局面 絕對是 我們陰謀論經常都說 這件事是計劃了 嗯 我也覺得是的 這件事 其實真的開心 阿美琳這樣說完 可能有些聽眾 可能是沒有聽過星際訪客 對 完全是沒有聽過 是的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如果有些聽眾不相信UFO 那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真的回應了 沒有所謂的 有時候覺得 我們的節目 甚至星際訪 用不同的角度 讓別人看 去研究 有些什麼 大家是大家的看法 現在又不是叫你相信 所以 OK 我覺得很好 我想我的風險是最大的 哈哈哈哈 那不是的 是震撼的 是震撼 我也覺得很震撼 震撼的意思是 不像其他人說 事後孔明 那些人 不要說什麼 但Mail Link 這次又不一樣 她是在實牙實恥說 4月 會出現 這是很震撼的 而且是全部人沒有死 哦 這才是震撼的 如果這樣說 我有一些 向好一方面想 如果北京的市民 所以最慘就是人家的家屬 最慘就是人家的家屬 而且最慘是人家 誣捏了機師的家人 他們承受幾大壓力才可以 但反過來 在好一方面看 如果我們這一集 給北京的市民聽的話 他們會很開心 是啊 我們不是想 創造一個希望給他們 但是如果真的 我們配合普通話配音 好不好 哈哈哈哈 當然 我們四個在座 如果在這裡的話 絕對是希望 這二百多人 是完全沒有事 我也想 是一個abduction case 至少 為什麼呢 是abduction case 甚至乎 剛才美琳說的 是沒有人受到任何的傷害 或者沒有生命的危險的話 絕對大家拍手掌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很爆 很爆 我自己也覺得很爆 嘩 四月出現 所以我就跟你說 如果你放下星期四播 其實都四月四 星期三 星期三 都四月四 星期三是四月二號 四月二號 沒錯 希望不是四月一號 二人節 否則 如果剛才四月 真的這樣發生的話 我就不想放上 事後恐明 沒錯 沒錯 反過來 如果真的四月出現的話 我想很多傳媒 去爭相採訪你 我也是一個傳達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 現在是承受很大的風險 很大的風險 我說得實牙實似是這件事 因為是占卜出來 我亦都提到我問過 因為我師父是有信仰的 他除了問塔羅之後 他今早幫我 他用他的信仰複檢查 這個真是再大一點 即是再大一點的手續 再大一點的手續 複檢查 我剛才所說的每一樣東西 他問過是可以說出來 有些是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的那些我沒有說 可以說出來這些的話 他都說我今晚可以這樣說出來 還有他說 因為我都怕懶惰 如果不行的話 因為我們陰謀背後 不會說死的東西 說死了 反過來被人抽後腳 如果不是的話 我榮憂一排 OK的 也是這樣說 給予一些不同的角度 給予聽眾不同的思維 再看回馬航失蹤事件 始終我會覺得 這件事 就算像美玲所說的 是UFO Abduction Case也好 或者好像我們覺得 或者我覺得 美國政府的背後 正在做一些事 然後飛機 飛到引渡洋 但是我覺得 還沒有墜毀 我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下了 這個所謂秘密的海空軍基地 這個大家 去找多一點點線索 去看看究竟是怎樣 阿九 你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 我講了 我的看法 我覺得 都是未墜毀的 但是降落了一個秘密的基地 Mailing就是UFO Abduction Case 你怎麼看整件事 主流全部很簡單 它就是墜毀在印度洋 那一定不相信 我們四個都不相信 沒錯 我都覺得它是 飛去一些秘密的基地 大家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覺得是美軍的秘密基地 Mailing就覺得是地心的秘密基地 都可以說是外星人的基地 絕對 但是我反過來 我反而有一個擔心 剛才說 如果 這一刻我也希望 那些乘客 全部都沒事 機種人員沒事 但是說 他會出來 做正這事 誰是他 那些乘客 即是說 到四月份 真的出來了 的時候 反而擔心他們的安全 我覺得 反過來 我同意阿金的看法 究竟 政府 給不給他們出來說 你也知道的 世界大 阿哥 就是美國的 美國說一句 甚至乎美國 軟禁了 等於我們那次說 杜西基地 你記不記得 基本上 為什麼到現在 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去 傳說 原來杜西基地 裡面有個杜西戰爭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背後 那群美國的公司 那群美國的高層 一直都封鎖了消息 不會讓他們知道 還有他們現在有介入這件事 再加上 就算杜西基地 那時候都說 救了一批女人 但是全部都忘記了 現在就算催眠了 沒錯 現在這一批乘客 就算他們真的 每個人都可以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 我自己 阿久的個人猜測 例如都 那些災難 症候群 都忘記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我就出來 這個很大機會 我在想 會不會用一個新的身份 再生活 因為有些案例都是這樣 不過剛才美琳提到 Mothership 另外我想起我剛才那節也有說過 有個分析家也假設了一架飛機 是貼在另一架民航機 他說是另一架民航機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想到UFO 因為UFO可以用民航機的雷達 讓你偵測到 它是刻意的 這一點 如果在分析上有出現過 有一個分析家說過 假設這架飛機 假設如果躲在另一架飛機的附近 或者後面 雷達就只會偵測到一架飛機 所以在雷達上 MH370就消失了 所以為什麼 那便吻合到 美琳講的Mothership 或者甚至吻合到 第一部分 阿久講的 Colong的一架飛機 嗯 我做陰謀這麼久 我都有一些 我沒有試過 目定口外 我還在想 如果 我都擔心 我在陰謀背後說這個 我都擔心你們 會不會被我 失敗了招牌 就麻煩了 不會 我都說了 我們用了不同的角度 給大家看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樣 我會覺得 是幾震撼的 如果你說 剛才美琳說的 由13年開始 17年 這個4年的期間 如果是真的 將UFO的Case 去揚醒 給人聽 給我們的小人聽 你們這班人 你知道現在 真真正正 去Official Announce 不是 是08年開始 擺UFO報告 是2013到2017 是Officially官方式 外星人下來 是的 官方外星人下來 這四年期間 如果真的有 這樣的事發生的話 我第一件事 我想阿甘 都已經讀我的思考 宗教真的會 崩潰 真的 宗教一定會崩潰 沒有可能不崩潰 所以梵蒂岡 是說了 不排除有 外星生物 即是他已經鋪了 外星生物 鋪了一條路 給自己 沒錯 所以 剛才美琳說完之後 好像阿甘也有說過 法國也有說 你要知道這件事 其實這幾年 或者十年八年 我在這個節目也有說 英國 其實多不少都會說UFO 歐洲國家是多的 但是 只是美國這個國家 才會黏得這麼密 我覺得 那為什麼呢 大家聽回星際也好 陰謀也好 我們都說過 其實 在羅斯福的年代 基本上 已經跟外星人 已經是 簽了一些條約 有些瓜葛 這個就不需要在這裡說 呼 好爆啊 我也覺得 我惡惡的言 美琳說的 那時候 現在都靜了 為什麼呢 浪費點這樣說 各位聽眾就不知道 其實我們這十分鐘 是重錄過 為什麼呢 因為錄錄下的時候 我跟阿甘 聽到那些女人聲 當然那些女人聲 不是阿甘 不是阿甘 不是美琳 搞到阿甘 那個人惡惡的言 不是阿甘 是連耳機都 扔開一邊 我不聽了 因為我要確認 是不是真的 收到一些怪怪的聲音 我們四個都聽到 有一把女人聲 Anyway 沒事的 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習慣了 基本上 怎樣看你們 很震撼 震撼 因為沒有想過 其實有想過 那些人是未死 但是沒有想過 會在地上 是啊 沒有一些 所謂的陰謀論的 會說了現在 Mayling的看法 我很肯定 今次 大膽又這樣假設 不要說只是香港 全世界 沒有一個網台 沒有一個傳媒 會好像 現在Mayling 講的Point of View 出來給大家聽 嗯 就是 你想想 你試一下用 憑空想像 一架飛機 飛了一個小時都不夠 它有個Mothership 在飛機的上面 還要是很意外地吸收 我想問一下 這件事 意外地吸收進去的話 為什麼會 by chance 意外地 其實 它有沒有去解釋 即是塔羅有沒有去解釋 不可以太細節 講 總之就是說 不小心吸收進去 但是是不是因為 那些人事意外 還是機器意外 這些就不能說 太細節 即是它不能說給你聽 即是你知道 但你不能說 還是它不能說給你聽 我覺得Key Point 反而不在 我去問的時候 我是最著重 那些人有沒有死 還有我當時的焦點 就放了去 原來這麼近出來 那我相信 如果那些人真的出來 的話 我想那個真相的話 很快就會出現 OK 就憑你這一句 真相 很快就會出現 希望今晚 我想 聽我們的聽眾 陰謀背後 沒有試過 這麼肯定 去說一件這樣的事 很害怕 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很害怕 其實就 很害怕 很害怕 等真相出 究竟 真相 會不會在四月出現 大家拭目以待 OK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 我們下星期三 同一時間 九點鐘 再和大家 陰謀背後 謝謝 拜拜 拜拜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тут 這裡 tatsächlich 進去 ...